瑜伽會當作我終身追求的運動 是因為在我生病的過程中 我漸漸感受到他給我的幫助 他從伸展 從與人的互動 還有最主要是有一個成就 當你在自己在這個運動中 日益得到精進和感受到 幸福快樂的時候 你會對他就會有一種衷心追求 然後願意以一輩子的時間 去精進的那個理由跟目標 那這也是我對同學們 來上瑜伽課的一個期許 希望大家都能夠跟我一樣 同享瑜伽的幸福快樂 健康 謝謝 老師你到華園連社來交了多久了 到華園連社多久了 這真的是要想一下耶 佩晨你什麼時候來的啊 三年前吧 兩三年前吧 我還比他早 通常是一百年來的嗎 老師你應該問那個誰 美甄美甄比我久 美甄還比你久 對我 美甄比我久 那那個設備是一百年啊 一百年啊 而且我覺得還沒免了 我多氣 四五年有喔 我年輕不是要來嗎 經濟月圓是我 剛去私自辦學業的時候 我剛開始是來面試 然後來引導法師 因為法師其實是健康的 法師的那個健康修剪的時間會 所以我可以來 請到下個天 謝謝 謝謝